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天开始跟他一直要钱 然后就一直不给 这家公司到底啥来路 员工垫付的各项费用还能否追回 就说下午我给你转 下午他又说是明天上午给你转 老板吃喝玩乐 我买单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在网上找工作 这不 家住文水的小粮 前段时间就在网络招聘平台找了份工作 可这份工作不仅没让他挣到钱 反而还损失了两万八千多 这究竟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小粮说 前段时间一位自称太原复原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他 让他到太原市长峰街某大厦的15层去面试 2月12号 他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这家公司 接待他的赵某竟然自称是公司的董事长 他说他是董事长 我就问多大了 他说他是94年的 然后我说那你很优秀呀 就94年就坐到这个位置 赵某给小粮的感觉就是不仅年轻有为 而且非常有实力 让小粮心生敬佩 而在接下来的聊天中 赵某告诉小粮 他却一位助理 而助理的工资待遇非常好 月薪8000元以上 还有五险一金以及双修 这让小粮很动心 我就说你的助理工资这么高吗 然后就跟他聊起来 然后我就说那我能应聘你那个秘书的那个位置吗 然后他说可以啊 让小粮欣喜的是 他完全没有董事长助理经验 竟然顺利地通过了面试 第二天 也就是2月13号 他就正式上班了 当天 自称是总经理的陈某龙 就对他的工作内容做了简单的交代 他跟我说 具体值得范围就是安排董事长的衣食住行 然后就让董事长认可你的工作 就出去应酬呀 什么的 按小粮的说法 当天中午 赵某和陈某龙就以应酬为由 带着他以及其他三名员工去酒店见客户 结账的时候 赵某提出让他垫付饭钱 这青龙带酒都花了1300多 别说小粮了 这事放给谁都觉得奇怪 这董事长怎么能让员工来垫付饭钱呢 或许是看出小粮的疑惑 赵某呢 当即拍着胸脯表示 小粮垫付的这些钱 之后呢 可以找这个陈某龙去报销 看着赵某花钱大方 豪爽仗义 小粮呢 也就打消了这个故事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当天临下班的时候 赵某又说呀 需要加班应酬 让小粮和其他员工全程陪同 一个饭店吃的饭花了500多块钱 我吃完饭以后 他们就要去酒吧 然后全公司的人都去了酒吧 就以为是团建的一个项目 一进酒吧 他就说先给他刷个1万块钱 中间他又陆陆续续刷了好几笔头 他说让我先结一下账 然后完了第二天给我报销 总共在那里花了多少钱 2万6千多 第二天开始跟他一直要钱 然后又一直不给 让小粮郁闷的是 赵某不仅不还钱 而且还玩起了失踪 2月16号 小粮就报了警 警方把程某龙带回刑警队询问 2月17号 程某龙就以个人名义 给小粮打了一张欠条 给我打了个欠条 2月28号还我8千块钱 然后3月8号还我剩下了2万多 但是一直都没有还 在催要垫付款项的时候 小粮得知 他前脚刚走 后脚又有女孩到公司应聘 这个女孩姓韩 小韩说 他通过BOSS执聘 应聘太原傅元智电子科技公司 总经理助理一职 2月21号入职当天 程某龙也是以应酬 以及团建为由 让他垫付各种费用 但是21号那天就是被他们诈骗的 然后骗了4千多块钱吧 也是垫付用于这个吃饭 那些消费 而跟小韩同时积入职的还有小陈 小陈说 入职当天 程某龙就以定制工装为由 收取了每个员工600元钱 然后就付了 然后后面是又过了几天 那个程某龙 之后会给他储疑报销 可是2月27号 他没有等到报销下来的钱 反而是被辞退了 按小陈的说法 有些应聘者不愿意缴纳工装费 于是就离开了 有些人在垫付了几百元的饭钱之后 察觉不对劲 在所要无果后也只能自认倒霉 而这些正是程某龙赵某的策略 因为只有不断的有人离开 才可以腾出地方接收新的员工 有时一天甚至能来五六个求职者 3月14号 小陈 小韩 小梁三个人 一起到公司催要工资 以及自己垫付的费用时才发现 程某龙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名叫郝某健的人 而小陈他们相约到公司要钱 让当时负责接待的行政助理小高 也是一脸懵 有好几个姑娘来了公司说是要账的 然后我就很奇怪 我就问郝某健 我说什么情况了 郝某健就说是 那是之前公司的 郝某健的话 让小高心理智打鼓 三个女孩口中的程某龙 不就是公司所谓的行政总监吗 而更让她忐忑不安的是 跟三个女孩的遭遇一样 她也帮郝某健 垫付过九百多元的饭钱 除此之外 郝某健还向她借了五千元 郝某健他们两个人就说是 清徐的工地那边缺六万块钱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一直在说 然后就是说是让我多少借点 他说是借个十天左右就还给我 说是公司周转一下 然后我就给他转了五千 直到这时 小高才恍然大悟 他也被郝某健忽悠了 生怕自己的钱有去无回 当时他就提出 让郝某健归还自己的五千九百多元 我说你要不你先转给我吧 把我的钱先转给我 他就说下午我给你转 下午他又说是 明天上午给你转 应聘者所要垫付的各项费用 公司负责人竟集体消失不见 我觉得他们这就是有目的 有组织的群体诈骗 同一家公司竟然有两个登记地址 这背后究竟藏着啥猫腻 你给我转让人 我给你转让人 记者调查追踪 所谓的董事长总经理 竟然都是失信人员 以后资料的时候 发现反而负责的信息 过来是个失信 不能打反人 老板吃喝玩乐 我买单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据小高说 3月15号 他再次来到公司的时候 公司已经是空无一人了 总经理郝某健也联系不上了 而他也算了一下 他们四个女孩在这家公司 不仅没赚到一分钱 反而还倒贴了将近四万 更可怕的是 除了他们四个之外 调入这个陷阱的 还有不少的应聘者 那么这家公司 到底是个啥来路 频频让新入职的员工 垫付费用 这又是个什么套路呢 那我现在跟着小亮 一起来到了 位于长峰街的 军威财富商沙 是我们看到这个大门是紧闭着 里头也没有工作人员 但是在这个大厅里头 我们看到这个上面 牌子上面写的是 山西日月星辰建筑有限公司 他们说他们是一个新成立的建筑公司 说是之后会把 傅原制的这个营业执照 变更成为这个 山西日月星辰建筑有限公司 小亮说自从他入职之后 就没有看到公司悬挂过营业执照 而通过天眼查 我们并没有看到 山西日月星辰建筑有限公司的相关信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随后当着我们的面 小亮就相继拨打了 程某龙以及赵某的电话 见此情形 我们也试着联系了好某件 但电话依旧无人接听 我觉得他们这就是 有目的有组织的群体诈骗 那么这家公司所在的商商 对于入住的租户 有没有进行过审核呢 他们能否联系上程某龙 以及公司的其他负责人呢 对于这些问题 商商的物业工作人员也给出了解释 他们租进来 我们也需要他们的营业执照 和租赁合同 我们也一直在退 但他们一直就推脱 这位物业的工作人员说 这家公司一直不配合他们 出示营业执照 直到3月15号 他们才发现 对方竟然搬空了东西 消失不见了 对于这家公司 到底啥来路 他们也不清楚 随后 记者又电话联系了房东赵师傅 不料赵师傅竟说 他也是受害者 他一个月的租金没丢了吗 他当时给你签合同了吗 签了合同了 扣了 人走不见了 现在打电话也不接 按房东赵师傅的说法 今年2月份的时候 陈某龙通过中介和他取得了联系 然后双方签订了一份 为期三年的房屋租赁合同 当时陈某龙还交了一部分的订金 可让赵师傅没想到的是 仅仅过了35天 陈某龙就连招呼都不打 就搬走了 不仅如此 到现在还欠着他5000元的房租 以及一个多月的空调费和物业费 线索又一次中断了 那么小梁他们垫付的钱 到底该找谁去要呢 而在记者调查过程当中 也发现了一个细节 太原复原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在BOSS直聘上登记的地址 是在太原市长风街的某商上 然而在天眼查上 这家公司的登记地址呢 却在太原市小店区 徐坦东街某商上 那么同一家公司 怎么会有两个地址呢 程某龙 赵某 他们和这个太原 复原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第二天 记者根据天眼查上的信息 来到太原市小店区 徐坦东街某商上的14层 却看到这里只有一家贸易公司 我们发现了 这什么呀 贸易公司的这位负责人表示 太原复原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是2020年成立的 而他早在2018年就在这里办公 他猜测 可能是有人冒用了这个地址做了登记 之后他会向相关部门反映 今后避免发生类似情况 随后记者也根据天眼查上的信息 拨打了太原复原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秦某的电话 秦某在电话里解释 2020年 他公司的营业执照等相关手续 都是委托代理机构办理的 太原复原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有没有就是说在那个BOSS直职上 就是发过这个招聘信息啊 没有 你认不认识这个程嘉伦和赵健呢 不认识 现在他们是在BOSS直职上用的 咱们这个公司的这个信息 如果是你们已经转让了 你们那个信息 信息现在还没有就是变更了 按太原复原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秦某的说法 他的公司已经转让了 营业执照也交给了一家 工商财税代办公司的工作人员 至于为什么 现在信息还没有变更过来 他也不清楚 接着根据秦某提供的信息 我们又拨打了这家工商财税代办公司 工作人员张某的电话 当时是把这个业者拿过去以后 他要变更法人以后 他开始出事开那个新公司 要准备招人了 移用资料的时候 发现那个法人负责的信息 过来是个实信不能当法人 最后 小梁通过天眼查 也的确查询到 程某龙 赵某 以及郝某健 都是实信人员 张某说 他也没想到 程某龙竟然拿着 原来的营业执照照片 在网上招聘平台 发布招聘信息 那么 作为招聘平台的Boss直聘 在这个过程中 是否存在审核不严的情况呢 记者也拨打了Boss直聘 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他们企业认证肯定是要经过审核 他才能发布职位的历史 因为他们这个发布招聘信息 用了别人的这个营业执照 造成这样的纠纷 那咱们不是就审核不严吧 那你这个情况的话 会帮你进入的历史 然后会有专人进行处理 不久 Boss直聘就做出了反馈 已经下架了 太原复原志科技有限公司 发布的招聘信息 那么程某龙 赵某 以及郝某剑的行为 是否构成诈骗呢 对此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按照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诈骗需要符合以下几个要素 首先就是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第二个就是诈骗的目的 它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 综合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符合第一个要素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再看第二个要素的话 就是说 这些所谓的老板 他们是从中获得了 这个物质方面的利益 当然有没有获得 实际的金钱方面的利益 这个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来了解 但是如果一旦获利的话 这个就构成了 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 如果能把这些综合起来看的话 是就会符合这个诈骗罪的一个基本情况 在节目播出前 我们得知 小梁准备通过诉讼途径 来追回自己的损失 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应聘求职的时候 遇到以各种明目 让你缴纳垫付费用的 都得提高警惕 仔细甄别 如果感觉有问题 要及时脱离 一旦发现被骗 也要及时的报警 同时呢 网络平台也应该加强审核流程 避免应聘者掉入物法分子 射的这个诈骗的陷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